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的剧场 弘扬编导出难题 男嘉宾做法遭质疑 爱的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你就这么的 这个书今天就咱四个都做在这 你撂句话 以后你女儿能不能伺候我姨 那你问哪去 你问我呀 我哪知道 就是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薛轩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爱情能够减少一个女人的温弱 同时也能够增强一个男人的勇气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爱是一种陪伴 一种相互间的默契 相信爱 勇敢爱 我依然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欢迎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女嘉宾 你们好 和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给我你的温暖 我们一起走往后半生 我是尼凤雅 来 和大家打个招呼 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张桂芬 牵着我的手 你永远不后悔 认识一下三号女嘉宾 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李嘉 爱情不光有风花雪月 还要有柴米油盐 欢迎四号女嘉宾 正确的时间 遇到正确的你 我叫刘平 是沈阳人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这位男嘉宾呢 真的是非常棒 对生活质量有要求 对自己的生活有想法 当然对爱情 也是始终在追逐的 让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男嘉宾 请看大屏幕 这人好像看着眼熟 说明这个人年轻的这种帅气 应该能够带到现在 应该有点影子呢 我觉得你好像没看你 这种背负呢 我好期待 我就觉得这个人 我们应该见过 来 有请我们今天男嘉宾登场 大家好 跟着我 你不会受苦的 我是哥尔大王李军 欢迎您 叔叔 又来了 一看就是算解人意的男人 你怎么比当年胖了这么多呢 我知道了 见过见过见过 今年的肚子更加傲娇了 啥情况 胖了 比那些儿瞅得顺眼点的 还是那么开心 这个脸上还是冒着光啊 另外一个我发现咱们大哥这次来感觉更加年轻了 而且有了运动的帅气啊 这样就上来了 舍得花钱了 一样啊 开二把 开二把 鸽子能下蛋 完了 再从小鸽掌 往小鸽掌卖了 有杜国鱼我就卖了 完鸽盆里老保持了200只鸽子 卖了鸽子那点事 我是比较操心 你这一直没有伴吗 没有伴 这上一次来完 当然该一直单身啊 对对对 没人找你吗 有人找啊 找啊 没成啊 是谁没看上谁呢 那有我没看上他 也有他没看上我呢 你看上他都傻样啊 想想 买他为啥看不上你啊 那我哪知道 我不知道你为啥看不上我啊 不行就完事 不行说到没有用 不行你说到干啥 咋这么气呢 你说又不是我不行 你是你老指着我 给整计 平复一下行去啊 没有 咱们鸽子大王放鸽子高手 是什么样的 来咱看一段短片 18275号李先生66岁 沈阳人李毅有助房企业推销 女儿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李军 今年66岁 我的性格可以用三个词概括 那就是沉稳 细心 爽朗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无论什么事 我都能给你安排好 我的人生理念是 要么不干 要干就干得最好 我的生活很规律 每天早上吃完饭 我都会去公园散步 人心方寸间 我才能静静地回味人生百态 我每天除了散步 最大的爱好就是养鸽子 这都是我养的鸽子 都是赛鸡鸽 他们给我退休生活 带来了快乐 同时也给我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财富 我觉得66岁这个年纪正好 不会为生活烦恼 不会为房子奔波 儿孙要期尽享天伦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最好的时光 就差一个你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看这小鸽子 真是200 说是200有数 这一看就还是挺多的 八眼一与三眼 就是讲究人 最急切的事是养鸽子还是找对象 找对象呗 养鸽养好了 也可能找来对象 能创创走啊 另外一个大哥这个好的心态 也和天天放鸽子有关系 对对心情有关系 因为人的心情一方面是面朝大海 另外一方面是头顶蓝天 对 所以他天天看着蓝天白云 一定心情好的 对 对 来吧 咱听听密诗女嘉宾啊 喜不喜欢我们这位褬子大王 五十年 你好 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我看男号嘉宾几年轻啊 像三十岁似的 你听她那声儿 你觉得她多大岁数 五十六十岁吧 五六十只剪嘛 我周岁五十二周岁 这个麦克风里生的闭音 这比十几年龄要老点 你说声听着比十几年龄老点 你想鸽子一年能挣多钱呢 这不能弄铁赚呢 那出鸽子 一月一月一千多块钱 那也不咋多 那不咋多还得努力呢 不努力的一还得赔钱呢 鸽子先下蛋还是先抱鸽啊 先下蛋 抱蛋 完出鸽 对 鸽蛋 那鸽子自己想给包咱啊 福咱啊 还是你给福咱啊 鸽子是你管理 我管喂食 主持人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二号嘉宾 我请问你 你养鸽子那么多 是不是影响左右邻居啊 不影响 你家中有没有那个味道啊 不好的味道 没有 房干是大味的 得熟着 这样也得熟着 天天得熟着 家里有味的男人 这个男人的身上味道也会存在 但是我们没有 对没有闻到 你好 主持人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想问一问那个男嘉宾 如果你洗衣服 你做饭 你拖地 我在家里的看见事情吗 可以 可以 这可以 我这活我都干惯了 我真的有点儿子 我去这活吃 那我太喜欢你了 哥 没事 今天密室里做的全是懒媳妇呗 啊 我说阿姨们 不需要什么活 今天这不需要什么活 哥 你太好了 我主要就是考验考验你 也不能让你全干活 我也分担家里的事的 你不要我干我也干的 不行 太好了 我自己习惯了 这是三号女嘉宾 这开始打情骂笑了 咱是干净人 来吧 咱下一位女嘉宾 我喜欢 我是四号女嘉宾 男嘉宾你有多高啊 一米七三 反正让人数 你这个帽子和你的衣服太配了 太帅了 你这头型太漂亮了 我还以为你头顶呢 我太帅了 真的能够感觉到 咱们大哥的这个头部特别硬啊 对 我头硬 身体好 那肯定是身体好了 身体好 身体不好 我说心里话 那十天背二百斤割凉 我都自己得背楼上去 你说 你那个楼上是多高的楼啊 我七楼啊 那割在上 八楼了 八楼了 八楼 等于八楼 背媳妇是不是也行 这媳妇怎么能不能超过二百斤 对 那就一百多斤背 能背动不 能 怎么背 这么抱还是这么扛 背啊 背是背 扛是扛 抱是抱 这都不一样 意思不一样 都可以 不一样 那我们女嘉宾你是喜欢哪一种动作 抱着背着还好 还有跳 放帮上举的跳 一边一个 放帮上举 我们咱女嘉宾你喜欢哪一种 抱着背 抱着 公主抱 她怕拙也有 女怕拙 往摟你脖上 往你这么抱 哎呀 你这动作都想好了 对 要么就拙了 你就选四号 刚才一说抱着这个事 咱们大哥的脚都抬起来了 动作都想好了 我不是什么动作 你是什么动作 你怎么配合我 怎么摟的 对啊 万一别拙了 你到底选几号 咱们还听听我们情感导师给你 你一缕一缕 对 就谢谢你们了 其实刚才咱们男嘉宾一上来 让我们感觉真的越活越年轻 在你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所以咱们四位姐姐 就对你赞赏有加 从一号姐姐开始 你看声音那么的沉稳 那么成熟 但是她对你特别感兴趣 是吧 一打头泡你马上觉得 嗯 这个声音好像很成熟 但是指尽人才50出头 所以我觉得呢 你的青春活力和年龄上 咱们女嘉宾还是比较匹配啊 别着急 文文也给你点意见 我跟你讲 叔叔 就您这性格啊 跟你说就是像过去的那个 我们经常说老顽童这个性格 就是我都不说你选谁 就是阿姨要如果选你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是慧眼时宝了 真的 因为跟你在一起过日太有意思了 根本生不了气 第二回头说说你选谁呢 叔叔你点这么想 你呀现在又做事业 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挺宅的 你应该找一个既能吃苦 还能照顾好家里这么一位女士 首选的一定是一号 好 刚才日来街也推荐一号了 四号就不白假了吗 四号那就不用我推荐了 我看你一直在推荐她 那就你自己心里选了对不对 一号啊我推荐 我们男嘉宾会选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 先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带来手工水饺 场面温馨 真假 看了 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男嘉宾直言做得不好 毫不领情 好吃但是没有我想要好吃 我跟你讲叔叔 你也不用说根本跟你整 有没有比你整的好吃 你就这么想 就你单身这么多年 你在楼上给那块安顿鸽子 回到家里有热乎饺子吃 我觉得这种场景 都不用说是跟谁比 耿直男嘉宾傻言论 蜜视女嘉宾如此生气 你得意不 不得意 不得意 你在这种场合 你就一点面子都不得 爱的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请注意 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请注意 如果你正被尿贫 尿急尿痛 尿低利 也要频繁所困扰 摘带同台磁酒热贴 来帮你 挤酒疗 磁疗 远红外疗为一体 持续发热 42度恒温 阻助治疗 慢性前列腺炎 引起的尿贫 尿急尿痛 夜尿贫多 尿低利 排尿困难等症 贴一贴 对症 舒服 夜尿贫多 一晚上扰的老伴 醒七八回 能舒服吗 尿急 尿失裤裆 尿失鞋子 有味儿 尿凳带 干急尿不出来 憋得肚子疼 直剁胶 急 请用宅带不排 磁酒热贴 对准官员学贴肤 持续发热12小时 辅助治疗 慢性前列腺炎 现在拨打电话 免油费送货到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对 没错 现在拨打电话 免油费送货到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锈坐不动 台车憋尿 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 怎么办 磁酒热贴 认准摘带不排 在传统糾法基础上 以42度恒温穴位糾疗 磁疗 远红外线疗法为一体 三小合一 相互促进 通过发射8-14维米远红外线 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尿瓶 尿急 贴一贴 尿痛 液尿瓶多 贴一贴 尿低力 排尿困难 贴一贴 专备前列腺患者而研发 做口碑产品 用适时说话 用得好 请为宅大夫点赞 宅大夫排 磁酒热贴 取出磁酒热贴 将磁片部分对准官员学贴肤 只需贴一贴 改善尿瓶 尿痛 液尿瓶多 排尿色痛等病症 对证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对 没错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为自己 为老伴先抓紧时间订购吧 浓潭酒客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痰喘 浓潭酒客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好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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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痰喘 浓潭酒客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 叫爱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你选谁 作为您的第一位约会 女嘉宾 好书宝盘 一号 来 我们看看 一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看看她的照片 还很时髦 你猜咱女嘉宾现在是胖了 还是原来那么瘦 肯定是胖了 八股了 她说话有点那声音 有点苍老 那说明她共鸣好 底气足是吧 不是不是 胖了 她的脂肪下厚 真会唠嗑啊 唠嗑 唠嗑 我要是女嘉宾 我都不上来了 都不知道说啥 一上去 看看我们女嘉宾 能不能应约上场 来 男嘉宾 你好 我能为你洗衣说话 我的需要 你能达到吗 还挺勤态的 欢迎你 这两个人不老 年轻 你看到人 人家人本人的 这本人年轻不年轻 她跟我来比她真年轻 真年轻 她跟她实际年龄比 她算不算年轻 挺好挺好 配你咋样 一个来一个来 你可不咋 一个来一个来 这就行 她还挺贵的 一个来一个来 咱女嘉宾真的是 诚意满满的来相亲 你看人家 这不但是说的说 我以后要跟你 好好过日子照顾你 是实实在在的 把自己的手艺也带来了 这饺子得有两斤吧 太实了 包得套 我别看你会做捡泳子 我这不会做 不行 人家会包饺子 外边天儿也凉了 凉了 凉了 来 我给您拿着 您给它来一口让它尝尝 哎妈呀 这给哪拿来的饺子 真表情 看着 一口一个 妈呀真吃了 啥馅的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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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你不学习婚 不学习婚 学? 你需不需要有人定时定点给你投放食物 需要 你说需要 是不 学个银 你说吃个鸟吃个毛病了来来 学院让她也吃得俩更好的 享受这个高级带衣 你想吃韭菜馅的你就包韭菜 你想吃虾仁你就包虾仁 但是你得给咱带一口 那没有你 那你有气吗 有脾气吗 没有没有 我看行 我看行 我们看看啊 生活当中我们女嘉宾是什么样 来 看一下大评论 好 2019號 妮女是52歲 安山人 黎毅 有住房 自由職業 子女已獨立 我是林楓瑩 我有一雙勤勞的雙手 我這一位挺辛苦的 我之前做過很多買賣 開過飯店 還開過腳趾館 還給人打過工 有的時候要找的時候 30點鐘就得起來 起來上菜市場自己出去買菜 那你急在下班 找的時候86點鐘 晚的時候都得10多點 那你一定要睡多少時間 睡多少 現在就是養著這個習慣了 晚上現在都有點睡眠也不太好 我就用這雙手來支持這個家 把我的兒女頂輕微撫養成人 例例外外都得我自己 外面要是三點兒睡了 這拿馬騎腦的什麼午餐 都得我自己站著 晚上一邊還得照顧孩子 孩子上學 晚上還得照顧店裡 這位置已經掙錢了 還沒攢下錢 我沒啥優點 我也沒啥缺點 不抽眼 不喝酒 不打麻將 阿姨 女人都比較安美 您這個沒有時間美 沒有時間 我收拾小錢還行 先就是一打那個離婚之後了吧 玩了就換屋的時候 忙碌孩子 帶忙碌賺錢 也沒有時間收拾了 也不誇著洗臉 有的時候吧 差點血耳朵 有的時候血耳朵都不差 現在沒啥事兒就呆呆順著了 我是勤勞的林鳳瑩 愛的選擇我來了 愛的選擇您來了 我的天啊 這短片看的過程當中 咱啥也沒聽著啊 就光聽我們男嘉賓在這兒 全有臉 這全有臉 這個是有臉 這個行 對 這個是有臉 這挺滿意 對 這是過日子的人 是 是 是吧 哎呀 這幹啥都像啥 那你那什麼吧 給他女嘉賓打個分吧 95 打95啊 可以 我們女嘉賓給男嘉賓打個分 85塊吧 你這這種場合 你就一點面子都不白 我包著餃子她不得了 你得意不 不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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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不得意 完了 老婆這樣啦 有的時候 女人跟你包著一個餃子 是表現她自己一個情分 在乎您 然後重視這次鄉親 我跟你講 這樣什麼女人 跟你在一起過日子 你老這麼打擊啊 人家都沒有成就感了 趕緊得過一過都沒意思了 哎呀 這真是和哥都在一起的人了 來 二位請就座 進入約會時間 太多 你看 再割兩塊就好看 來 二位 那有雙毛嗎 沒有雙毛 有一輩 你家哪呢 我家就這誰啊 當地做地戶 有樓嗎 有 七樓叫單件 多平啊 38 38平 一室一挺呢 脾氣不好 你看她眼神 你有老闆嗎 有 什麼大玩兒退休 啥大玩兒退休 我啊 南虎拍座退休的 南虎 嗯 你南虎拍座的 但是我工資挺低 這些實在是實在 真得可以聚 你每到年齡就退了呗 嗯 到年齡了 到年齡了 就是我上班時間短 那為什麼呢 就是短嘛 短所以工資少嘛 我現在開一千四 一千四 嗯 開一千四 你自己生活會夠呢 對啊 我自己夠了 我現在還沒告訴你 我一定要養個兒子 還好 你要再找老伴 那不用嗎 對 那再找老伴的夠花嗎 夠花 關鍵樣本叫找老伴呢 我想找個有雙寶的 有雙寶 起碼他錢 他自己攬著不用動 我就買給家 家裡的一切開銷 我支付就完事了 就買糧買菜了什麼 這都是我的事 這女一個人做好尷尬呀 男嘉賓女嘉賓 對未來規劃的 都比較現實 而且都比較符合 自己現實的情況 那我們男嘉賓 有什麼樣的情感經歷呢 我們通過一段短片 去聊一下 愛情的苦辣酸甜 我嘗到最多的是苦涩 我的妻子是個美女 因為我當時的條件很好 當時我還開了一個髮廊 她上我那去做頭髮 一來二去我們就熟了 後來我們就結婚了 可是當我生意出現困難的時候 我才知道她愛錢 勝過愛我的人 我們婚後 她跟我不是一條心 她非常好賭博 跟那個 咱們 搞蟬弄販運那個 做 拉農貿市場 搞菜的貨運的時候 她來那貨站 把我的貨款 跟人打麻將 全數了 我由於成一個老闆 原來是個老闆 或者變成一個窮光男 後來我生意賠本了 她頭也不回地和我離婚了 經過了一次失敗的婚姻 我也明白了 真愛不需要用錢來衡量 而是兩個人精神上的門當戶對 我唯一的女兒已經成家了 現在的我沒有一夜經濟負擔 我過的生活很快樂 唯獨缺少一個女 咱們的嘉賓 是我們老嘉賓了 一開始我還嫌這男嘉賓挺好 你一看她 現在寫得幾句歪歪就不太好 其實我們比較在意的是 最近咱們談戀愛的這個狀況 上完我們愛的選擇之後 確實是有人找我們男嘉賓了 她在此養哥的證書 她哥哥今年都六十七了 公司太少了 能養幾年呢 對見面見好幾個哥呢 有個來一塊吃飯 他沒有什麼勁的 他哥父親呢 他哥父親來 她說我餓了你請我吃飯 我說行我請你吃飯 我領著上棍頭碼去吃 然後到那點養完吃完了 她說怎麼呢 你嫌有個矮呀 我說是 她不夠一米六 我說是你不夠一米六 她說你要看我嫌有個矮 咱倆就算了吧 我說算了就算了吧 咱倆就分手 自己走自己 我嫌的個矮 我是特別個矮 完了她後來她給我打電話 你一回原來的男的不就是豹嗎 就是這樣 我說我請你吃飯 吃那個棍頭碼嗎 花一百八嗎 他說這算啥呀 這點這飯算啥呀 明天過兩天我開我的路 我上瀋陽去找你 我帶著你上萬豪去吃飯 從那以後完就沒勁了 一米五家你都不錯了 幸福 說 那你說我就聽著這個音 那你說你跟女嘉賓說 提說你請她吃飯花一百八 幹嘛 那顯得你小氣了 不是呀 後來說的 後來她打電話說的 對呀 她打電話說的 那她說不好她咋的 還有什麼好 這就是造 其實人啥樣吧 幾句話就能鬧開 對 她就造 我喜歡像這種這種回國日 但是來講得那個老姨媽們 得善良一點的 別太小細了 男嘉賓我想問問 第一次我花個一百到二百的之間就可以啊 您覺得花一百二百的就夠了是不 對 對 那您感覺這個兩個人觸到什麼程度上 這個男的對你比較大方合適 半年以後吧 半年到一年 給點禮物啦 買點小禮物啦 嗯 那這小禮物大概得在多少價位呢 嗯 一千左右吧 她贈送我啊 她贈送給我啊 男嘉賓你要這麼鬧嗑 你怎麼找女朋友啊 那找不到就不找唄 那你來這兒不就找那個 對呀 我就來這兒找女家的 舍得舍得呀 你是你父母養的 我也是我父母養的 咱們倆就不能 整個大小不一樣啊 男人要有擔當 是 我有擔當 我要承男倆承親了 我把我的所有都給你了 還不承當嗎 我剛才說是 處了半年以後不就交往了嗎 那不就是 要跟你交往有意思才能什麼嗎 跟你處嗎 平等嗎 你想就不平等了 能平等嗎 我只問他改也不能往回 不沒有回報 這就不平等 我覺得不行 不行就拉倒了 女嘉賓 你之後會不會回贈一個禮物給男士 可以那個回贈一個 過生日了 我可以贈送他一個紀念品了 你看你急不急叔叔 我跟你講啊 女人要的是男人主動 也許讓我們叔叔一下感覺到 你好像跟我要 女士要的是您態度和對他的主動 如果您主動他也會回饋你 你想要的東西 都是平等的 他是站在平等的角度 跟你交流這個問題 希望你能更主動一些 能明白了嗎 OK啦 OK啦 心言太大了 太倔了 現在有些人就覺得說 這個男的越來給我花錢 就說明他越愛我 我贊同 你贊同 因為你愛男的給你花錢 我贊同這一點 主持人你好 女人嘛不是讓男的花錢 也不是要騙男人 那錢 實際上是 就是想看一下男人對女人的這種態度 兩個人有演員處得 達到一定的程度了 他是特別有誠意的給你花錢 而且比較真誠地對待你的時候 嗯 這樣時候花錢 我講的是 你就是花多少錢 就是花兩塊錢 我都講的 你這是真誠 你這是誠意對我 真心對 就是這個男人如果說照顧 你照顧得非常的周到 什麼事情想的也都挺好 就是有錢不給你花 你認為他愛你嗎 那你這麼光嘴說 那你要是對我好的話 我可能能接受 能等到那個結婚的時候 那你對我不好 而且態度也不好 我腳都接受不了 有個試婚狀態的時候 你都捨不得 剛才這個女嘉賓 我是比較欣賞她的態度的 她的意思是什麼 只要男人對我捨得就行 你沒錢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過苦日子 但你有錢的時候 你得對我捨得 對 我覺得剛才那位女嘉賓 對 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對 我們一直比較反對 把愛情用金錢去衡量 用物質去衡量 這個是咱們不提倡的 但是我們不排斥 這會是你表達感情 和相處起來的一種方式和方法 確實一點 它不可能 應該用對方需要的方式 去和她相處 達成一個默契 這樣的話 彼此都會比較舒服 我要是跟誰相處的時候 我特別注意細節 就是很小的一個細節 就能反映出她內心 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我們女嘉賓現在整個的 這個聲音比較低沉 可能跟她之前經歷那段 感情的坎坷也是有關係的 因為在她的 過去的生活當中 甜美和甜靜 好像跟她不太掛勾 更多的是坎坷 來我們通過一段短片 去瞭解一下 女嘉賓擇偶要求太奇葩 密室嘉賓直言可拉倒吧 我希望她全部給我重來 擇偶的全部還還 天哪 女兒上台陪伴相親 照顧我媽媽一點吧 我媽太累了真的 我哥哥也在唸書 我也在唸書 媽媽就自己出一打工 回來還要給我們做飯 為啥現場流淚傷心 知道沒多少 但是她很累 沒有辦法 後來 注意了觀眾朋友們注意了 知名品牌蝴蝶公主 為推廣品牌聯合電視台發起 廠慶三十周年真情回饋活動 原價一千九百八十元的五星鵝容貝 現在只需五十九元 是的 你沒有聽錯 真的只要五十九元 不用擔心 不要懷疑 這是工廠上電視 為蝴蝶公主做直銷 剪掉一切中間環節 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今天不要利潤 不計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現在打接電話 還有機會再免費獲贈一床 同品質同價值的五星鵝容貝 五十九元 兩窗五星鵝容貝一起帶回家 買衣送衣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五十九元 讓全家人都蓋五星鵝容貝 正重乘舵 本產品 經過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質量城堡 保證每一條蝴蝶公主 高檔五星鵝容貝 嚴格置信國家三包政策 七天包退 十五天包換 趕緊拨打電話相告吧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場看一看 真正的鵝容貝 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 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場上去問問價格 最一般的光鵝容和面料都要好幾百 我們廠是中國315乘信企業 以前許多觀眾都用過我們的產品 都給予好評 這次呢 是廠慶30周年回饋廣大消費者 電視台幫忙做推廣 唐家專門拿出了六千床五星鵝容貝 五十九塊錢 您就拿走 還買一床又送一床 我不可能為了五十九塊錢 而砸了我們蝴蝶公主的招牌 五十九塊錢 連半斤鵝容都買不到 連一個工人的工資都不夠 這次呢 雅根兒就沒想賺您的錢 今天當著大家伙的面 我做個承諾 買我的鵝容貝不保暖不舒服 蓋了會跑毛跑絨有意味 您花了五十九我陪您五百九 知名品牌蝴蝶公主 為推廣品牌聯合電視台發起 場慶30周年真情輝聽活動 原價一千九百八十元的五星鵝容貝 現在只需五十九元 是的你沒有聽錯 真的只要五十九元 不用擔心不要懷疑 只是工廠上電視 為蝴蝶公主做直銷 減掉一切中間環節 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今天不要利潤 不亦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現在打電話 還有機會再免費獲贈一床 同品質同價值的五星鵝容貝 五十九元 兩窗五星鵝容貝一起帶回家 買一送一超值享受 買一送一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五十九元 讓全家人都看五星鵝容貝 鄭重承諾 問產品 經過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質量承保 保證每一條蝴蝶公主 高檔五星鵝容貝 嚴格置信國家三包政策 七天包退 十五天包換 趕緊撥打電話 相告吧 好 來 我們通過一段短片去聊底 好 我的婚姻經歷很坎坷 第一段是因為跟前夫性格不合 所以離婚了 當時趴回了前夫 小時候跟著我 我是一邊打工一邊撫養兒人 後來遇到我的第二任丈夫 也就有了我的小女兒 但是不久之後她出軌了 所以我沒有分開了 我的生活很結局 現在兩個兒子都結婚了 但是我內心中比較虧向兒子 接了十萬塊錢的外戴 我想找一個後患生的幫忙複雜 我們女嘉賓剛上場的時候 說了一段話 說我可以為你洗衣做飯等等等等 我都可以為你做 但是我的要求你能達到嗎 那看完這個短片之後 有一個了解 好像我們女嘉賓 是需要對方來幫助自己還外債 是嗎 是 這女人也長不長 誰給你還呢 我是兩個兒子 我這兩個兒結婚買樓生小孩 我一分錢沒給花過 所以說我是自己做麻煩開飯店 賠的這個錢 我沒有臉跟我兒子說 跟我兒子要 你馬上要 大概多少錢 原來是死了萬塊錢 現在還剩七萬塊錢計劃 這個不是車房的事 其實他兒子經濟非常的好 他完全可以跟二兒子去借錢 但是他覺得不要給兒子添壓力添賭 而且他同時覺得虧欠兒子 所以他飯店這個事情 瞞著兒子去借的外債 兒子現在完全不知道 你想我兒子幾萬塊錢 我給他錢他都不要 但是我不想錢我兒子知道 兒子一直不知道 不知道 那他還說呢 您指的需要找另外一半幫您還外債的話 是要還這七萬塊錢嗎 是的 需要他來幫助多少呢 我希望他都全部給我承擔 折偶的全部還還 天哪 我要是不找老伴的話 我兒子給我生活費 我自己就慢慢就還了 我要是找老伴 我就不能再給我兒子要生活費了 我也不能說是我自己 再給我兒子要這個錢 還這個計劃 你不擔心別人說 你找老伴 你就想找飯店嗎 所以他要是那麼想 也可以不找 所以剛剛咱女嘉賓一直在說 我要找一個愛我 並且願意為我負擔外債的人 但是他沒有說這個人一定要是他愛 你給我七萬塊錢那個 你給我七萬塊錢那個 彩禮 對吧 我才跟你結婚 這多好 比這都好 比這都好 我心裡邊稍微有點心疼吧 但是總是覺得哪一個地方不對 最起碼不應該把這個 作為擇偶的一個標準 萱萱 我覺得今天有一位貴賓 是我們阿姨女兒 我覺得其實很多這個解釋的語言 應該交給他女兒 我們可以聽聽 有請我們女嘉賓的女兒 你眼神的媽媽 她是個怎麼樣的人 媽媽很辛苦的 就是帶著我跟我哥 她們一點點長大 她真的很辛苦 就是媽媽今天來到這兒 我也希望媽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知不知道媽媽在擇偶的要求裡邊 有一條是必須要為她負擔外債 就是其實是想讓你哥哥能輕鬆一點 不需要哥哥再給拿錢了 來之前我也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剛聽到 剛知道 對 那你對於媽媽未來的找的另外一半 你有沒有什麼規劃 照顧我媽媽一點吧 我媽太累了 真的 我哥哥也在念書 我也在念書 媽媽就自己出去打工回來 還有給我們做飯啊 怎麼怎麼樣的 交一些書本錢什麼的 媽媽已經非常累了 但真的就當時都拿不出這個錢 知道沒多少 但是她很累 沒有辦法 媽媽真的很難 有提起家裡有條件好的 她還年輕 我估計能有 但是哥哥她現在她可以了 但是媽媽不想讓她知道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看今天這個節目錄完了之後 有可能哥哥就會知道 媽媽現在欠著外債的 就是跟哥哥商量商量嘛 我哥要是知道的話 肯定也會出一些錢 我覺得哥哥應該會尊重媽媽的選擇 就18歲的小姑娘 你為什麼要這樣懂事呢 懂事的真讓人很難受 就是每一個人聽到你這個經歷 都是真的為之顫動 阿姨 你也是有財富的人啊 三個孩子應該都是您的寶啊 培養得這麼優秀 這麼懂事 哎呀 這真的讓人很難受 但是文文想說 在這個相親的舞台 確實在這個舞台 阿姨如果把壓力全給對方的話 真的是我覺得 我替叔叔也會捏一把汗 我覺得確實也不應該 但是你們生活 確實也需要人幫助 如果二兒子條件真夠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聽聽女兒的意見呀 我不想讓兒子知道 不想讓兒子知道 是的 啥沒有 沒有衣榜 沒有勞榜 別人給他還7萬塊錢的賺 生活裡面我們會看到有很多 日子過得很苦的人 但是呢他們最後都能夠 從這個泥潭裡面能夠站起來 如果我們真正的是為了什麼什麼 而步入婚姻 為了解脫我們自己的困難 而進入一段感情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加小心的 因為我們只有感情基礎達到了 對方才願意為你付出 如果沒有這個感情基礎的話 你過的也會那麼的幾苦 所以呢生活當中 自己能夠站立起來的時候 才能夠得到對方的尊重 你只有站立起來了 為自己來奮鬥去努力 把我們自己的困境 有了這樣一種意願 你有了這樣的做法 你都會得到對方對你的尊重 是 也會得到對方對她的支持 對 弄喜是吧 聽了就生氣 咱小女兒 你永遠是你媽媽心裡邊 最強大的支柱 最溫暖的那一束光 不管說誰在不在 你會不會一直陪著媽媽 我會一直陪在媽媽身邊的 這就是媽媽心裡邊 最堅強的一個後盾 好 陪著媽媽一起下去 稍作休息好嗎 這男人也挺有那勁 這女人也挺有那勁 這兩個人 咱男嘉賓 已經與第一位女嘉賓約會結束了 心裡邊像坐郭山車一樣吧 跌宕起伏的 沒意義 沒意義 180都倒我好幾遍 你還給你付款賣賞 你是覺得她的這種要求 不可能有人滿足 還是說在你這兒 有可能有人滿足 不是在我這兒 在誰這兒也滿足不了 所以你剛才一個月 都不能這麼幹 你拿水票也不能幹這個事兒去 好呀 這是我們男嘉賓的一個態度 但是說實話 我們女嘉賓也算坦誠吧 她就把自己的這個情況說出來 你欠7000塊錢 能給你還不還呢 你還7萬 還18能行 好 調整一下狀態 咱們還得接著相親接著浪 接著唱歌接著舞 好不好 好 好嘞 接下來我們男嘉賓要選擇 第二位約會女嘉賓 她會是誰呢 耶 耶 二號的意思嗎 對 好嘞 因為主持人真的很有耐心 像我們這樣都受不了 來咱看看二號女嘉賓的照片 我覺得它是一種玲瓏 這種形容的 玲瓏片 這不就是花樣年華嗎 有請二號女嘉賓登場 大家好 我是來自瀋陽張惠鳳 我前半生勞累了半輩子 後半生我找一個微信體貼我的男士 因為她還知道笑聲 好 歡迎您 她的旗袍 台風挺好 明天我也去買個旗袍 咱們編導可說了 有那麼一兩位男士 那就像要見夢中行人似的 就老想見你了 是啊 沒排上號呢 這不今天讓您 跟我們優秀的鴿子大王先建議嗎 鴿子大王挺榮幸 鴿子大王 您倆都挺幽默呀 我在這邊看兩人的笑容特別像 是吧 真的 就是這個笑的感覺特別像 都那麼喜氣 笑得都很甜 來我們通過一段短片 認識一下我們張阿姨 13111號女嘉賓張貴鳳 沈陽人59歲 李毅有住房企業退休無子女 我是一個開朗快樂的人 每天的生活過得很充實 我天天跟一般 頂著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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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女嘉宾是这个年纪为数不多的无孩的状况 那一段的经历其实对于她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伤痛 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 我有一段坦克的婚姻 我有一段坦克的婚姻 丈夫是二婚 我是头婚 这样的婚姻给我带了很大的隐患 可能她牵挂那个他们那个原先的家庭吧 有些所事 往她出离出离出离婚了 我就同意了 离婚后我发现了 丈夫没有跟前妻走在一起 原来她是生病了 因为这个男士吧 优点很多 挺善良 她对我也非常好 她不忧心地跟我离婚 我这么厌违的 因为她有病了 我必然给她接回来 我跟她在一起生活33年里 她病了22年 我一直没有放弃 努力挣钱给她治病 直到19年 9月6号她病逝了 头10年一直去着我找伴侣 她好放心走 然后她一直告诉我 必须到辽宁电视台找伴侣 她一直不放弃 还是我的 还是到最后还是去 还是有感情的 虽然这个婚姻又苦涩又艰难 但是用我的无私的爱换来丈夫的真心 两年过去了 我也走出了伤痛 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 男人也不 是吧 对呀 她就是为了男人牺牲了自己 我们女嘉宾没有孩子这个状况 其实有一些男嘉宾是还是挺愿意找这样的 觉得没有什么负担 全心全意地跟着自己过日子 是 这是一个优势 对 是 女人没有孩子的话 在于普通的那个 不能能得太特性 那也是不容易啊 其实人生嘛 都是这么过程 你就活每一天 你不乐也是一天 你高气息 那你现在不能每天照例子 不是 你不能跟啥子就哈哈这么乐呀 你啥事乐呀 哎呀 先生你说话也太耿了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人怎么办呢 你是吧 我们男嘉宾您现在这个孩子在身边不 不在身边 不在身边啊 那如果未来养老的话 他们还会大把手管一管吗 现在不来往啊 要是有事打电话他也能来 我不打电话 我不麻烦他 他也不麻烦问我 不挺好吗 嗯 现在这个有那个老保了以后 现在也进老院呢 还有这些私人看护啊 都挺方便的 是吧 对 养老机构都在往上 对啊 你看我们男嘉宾是女儿也不咋在身边 他也不想麻烦女儿 我们女嘉宾呢 虽然他没有子女 但是他现在身边啊 他有两个亲戚啊 就是像他自己这个亲儿子亲姑娘一样呢 就是照顾着他 也是很为他担忧的 也会管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事 那当他的家人进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来 参与一些意见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这是我们爱的地方 姨姨 今天你看把我们俩叫来有啥事啊 今天把我们俩叫来 看看这位先生 达到咱们能不能在一起生活的标准 这个就是 这就是你说你新处的这个鼠是不 我看这鼠长得挺精神的 这鼠啊 你精不精神得得问一下呀 说你房子多大呀 不大点 三十八米 我跟你讲啊 老公 那不行 前段时间你给咱姥姨买那房子 现在姥姨住的房子那都七八十平 好 媳妇这样 你看我 你看我问鼠 你这这么横呢 我横不横的把文清楚啊 那个鼠我问一下 你是干啥工作的呀 鼠 我现在退休了 现在退休了 来家宰的呢 那有子女没呀 有啊 有子女儿子还是女儿啊 女儿 女儿啊 那我就放心了 因为啥呢 因为我姨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孩子 平时就是靠我和我媳妇经常来看一看 照顾照顾 这要是她嫁给你我也能放心 以后有啥事还麻烦你女儿多照顾照顾 请问比如说这个买个菜做个饭呢 照顾一下生活给点零花钱呢 然后这都是很麻烦的 还有老公我发现你贼磨叽 你就今天把钱谈到明面上 哎呀 说啊 今天这事啊 你就不表个态是不是 我姨说心里话啊 房子也有七八十平都我们买的 都是新房啊 我姨呢条件也不差 但是咱说实话 我们啊虽然是说外省 但跟亲儿子没啥区别 今天也是给你们把把关啊 像咱俩一样 每月工资必须交给我 就那个状态就完事了 咱俩过得不挺好的吗 对 你服从我 然后我照我好家 不挺好的吗 对 但是事实上会是这么回事 你就摆明面上啊 输你就表个态 是吧 一个月你上交多少钱啊 需要 我不上交钱 我就扶着买粮买菜 这些日常开销我全负责 他就负责他的美容啊 是养颜啊 是穿衣啊什么 他负责他的 我负责我 各管一片 就像大海行船是开船是 各干各干各的事 我看我师父口才挺好 找老伴干啥 那你说干啥 不是你听我姨也说的 那找老伴干啥呀 我觉得说的也对呀 过日嘛 那你过日子 那我过日不是各干各的吗 你说我买粮买菜 你说不对吗 他扶着他的冒美容花的 不对啊 他自己挣钱要自己花的 不对啊 不是说那你平时都还有啥收入 还有啥工作呀 那你平时 我还养鸽子 哎呀 养鸽子的啊 我这以为 我拔了点 哎呀 那大姨你也没说明白 我这以为我叔是开烧烤店的呢 老说鸽子鸽子 我以为是烤鸽子呢 原来是养鸽子的 你说这车不是 能挣几个钱呢 车口就一千块钱啊 你看就挣一千块钱 你还不都痛快都拿出来 你这 你长得这脑子大脖子粗 不是大管就是活服 对不对 以你说你这找的 你脑子大是脖子也粗 你说也不是大管 还不是活服 你说这说话还挺横 我告诉你啊 这样的 说心里话 我直接说啊 我觉得这书 他还配你 咱们是亲亲还是在一起 不关键现在我叔是啥态度啊 那你看他也不值个神人 他长得还跟我老公吵起来了 你就是我的嘞 你说你找个敌人呢 还找个亲人呢 还有跟我们老公吵架的 我老公对你多好 这几年照顾我也一样 你有点非常感谢啊 真有意思 咱就不说别的 你就看屋里这套 这房子 对不对 咱拿钱买的 就现在就此时此刻 就你俩做的 那办事儿沙发 也是阿俩套钱买的 对不对 咱说这个话 你这不能这么这样 我和媳妇完全就是看你 你要是同意的话 那阿俩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俩结婚了以后 阿俩以后不能老来了 那有点招人烦了 对不对 媳妇 你还来啥呀 还看啥呀 也有规律呀 你就说的了 这事儿吧 不是咳得人家方面 知道不 咱们是亲的 咱们有血缘的关系 到养老的还得你们付责任 人家公司服上自己的 父亲的责任 什么事都是家和万事兴 你就这么的 找一个老伴吧 不也是给你们减轻负担吗 他天天陪伴我 不也给你们 减出一切的担忧吗 那就啥脾气呀 姨啊 慢慢我修理它改 让它改 你就这么的 这个叔今天就 咱四个都坐在这 你撂句话 以后你女儿 能不能伺候我姨 那你问哪去呀 你问我呀 我咋知道 你说这 这上今你说 让我咋说姨 这挑我礼了 挑我晚辈的礼了 你说 我必然的到老了 还是依靠你了 别计较别的儿女 养不养的问题 行不 行了老公 咱走吧 咱现在是外人 你瞅那个书 那个状态 现在也不欢迎咱俩 但是姨啊 你做任何决定 以后有什么事啊 你可别找我们俩啊 走老公 对 走吧 你俩好好过吧 再见 再见 来不及握手 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是吧 是 是 那实在亲切 这可割舍不掉啊 这咋办呢 不是 就煎美 割舍不掉就煎美 紧着说害怕 转弯快 干起来 对 你是 不得干起来 干啥呢 紧着干啥起来 捞捞壳就干起来 你呢 这啥人呢 说话冲不 他说话 冲不 冲也不能干起来啊 你为难不在中间 那多为难呢 那这日子没法过 能过吗 我看你刚才还挺冷静的 这让大家给圈 不然咋在亲属的面前 孩子就是孩子呢 孩子就是孩子 关键的问题是 孩子在急躁 你带大爷在急躁 那个家庭不就混乱了吗 我发现刚才咱们二少姐姐说了 亲属在的时候是这样 那亲属现在已经走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之后会跟他有一场战争吗 那我就说你不管咋地 都是你的姑娘 也是我的姑娘 我家的外甥也是你的外甥 必须一碗水特瓶 那他可能对自己姑娘也这样 对这个自己姑娘 我估计也这样 我估计也要太多 行就行 不想拉倒 也就这样的事 改变不了自己那个形态 你觉得你能调整了他的这个 以后处事的状态吗 这样的性格不好调 不好调了 咱男嘉宾你觉得 就是你已经给对方的感受不太好了 你觉得自己需要调整吗 我就这样了 调整哪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在中老年相亲的阶段啊 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根深蒂固的这么多年了 我就这样一个性格可能很难去改变了 也没有必要去改变了 应该找的就是那个能够喜欢自己这种性格的人 并且能够以柔克刚也好 还是刚柔并济也好 怎么样去相处融合的一个人 这样才舒服 那咱瑞莱姐 我就特别想听到你会给我们男嘉宾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她说话真的是挺冲 但是她也真能收得住 我可以不说了行吗 我能够忍得住 她还不是生气了 她就是这样 赶紧给点意见吧 其实这里面 咱们男嘉宾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而且对于生活是特别有热望的 所以她不仅仅是因为养鸽子 能够给她带来一定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她在里面得到了乐趣 也可能孵化出了那个小鸽仔的时候 她就会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欣欣向荣 然后仰望蓝天 会给她带来很多的美好的印象 但是这里面我们从你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上 也能够看出一点端倪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女儿一定是爸爸的小棉袄 我们不管之前有什么样的原因 如果爸爸和女儿之间产生一定矛盾的话 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不管现在是什么印象 但曾经一定是她的一座大山 我们本来心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出去的话 对方就会感觉到很冷 或者是说 哎呦 我往后哨一哨 不愿意往前靠近一步 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我希望大哥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考虑一下 因为我们人是好人 我们希望有一份美好的生活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不是 我默默地问一句 咱男嘉宾要考虑一下吗 考虑啥 没事了 好 来 考虑啥呀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买点你白说 所以一个人的进步与成长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觉得对方说的对的时候 我们能够接受 能够吸收 这个人就可以进步与成长 如果要是说 我一直生活在我们原有的固有的环境下 可能我们的环境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这天环境造就业 那谁打环境 该长就长 不该长就不长 就是天涯阳光就灿烂 天涯雨露就直渊 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您听明白它啥意思吗 你嘉宾 我那要不要 改不了 就是意思 这是我们希望每一次来 即使没有收获爱情 也能够收获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智慧 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 来 谁不愿意好 那就对了 来 二位请起 咱们鸽子大王和我们的一位明星嘉宾 两个人约会已经结束了 面对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的时候 两个人处理的也非常的真实 那我们男女嘉宾觉得对方合不合适呢 还得稍作休息慢慢想一想 好吗 好 来 女嘉宾这边请 接下来要进入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来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咱男女嘉宾 选择其中一道你最关心的问题 来问对方 一 再找另一半最看重对方哪一点 二 我不赞同大火锅 你同意吗 三 再婚财政大权该如何支配 四 再婚后俩人收入会放一起花吗 五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六 你认为再婚后最多花多少钱需要后商量 咱男嘉宾选择一道问题问女士 五 五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一号先回答 在外面在外面沾花野草 不专一 用情不专一的 二号呢 赌博 不能接受赌博的 一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问男士 三 三 再婚财政大权该如何支配 自己花自己的 我以后就生活就这么去这样生活 自个儿花自个儿的 对 生活费你管吗 管呢 家庭生活费我管 两个人的生活费你是管的 他的钱他赚 他自己他自己挨个哈卡我不管 同样的一个好听的话让你说的那难听呢 多痛快一句 自个儿花自个儿 整得好像是哥哥哥的 哥哥哥的 好 不是那回事 咱们说说是 生活费我管你的钱你攒着 是这个意思 对 来 二号女嘉宾问个问题 我都是这么顾问 一 一 再找另一半 最看重对方哪一点 就是得有双膀 有双膀 嗯 都有演员 这得对演员 长内的得我看的得劲 对对对对对对演员 这就是这两条 就这两条其他的其实不重要 对对对对 再说吧 人家这个男嘉宾嘛 人家要找一米六以上的 我没当一米六 来 接下来进入 爱的选择心动时刻 嗯 象征着爱情的玫瑰花 嗯 您先收好 嗯 拿好几回 拿好几回了 我真的是希望 今天能够再送出去啊 嗯 我们男嘉宾 会不会把花送出去 会不会有人接呢 我们很期待啊 来 三位 背对背账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 之后 喜欢它 勇敢地转过身 三 把自己的手艺也带来了 这饺子得有两斤 是吗 还是 包得太厚了 别看你会做简有鱼子 不是 我也会做 不简有鱼子 人家会包饺子 外边天儿有凉了 凉了 凉了 来 我给您拿着 您给它来一口 让它尝尝 这个鱼子 看着 一口一个 二 我说说说那鼠了吧 你基本的鸽都不能养 我属老虎的 船都吃掉了 有鼠毛的 看我 你打算怎么个吃法 船臀的 船臀的 吃鸽肉 烤了 烤了 都是老虎 太吓人了你这个 太吓人了 一 请选择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令人怜惜的他 您指的 需要找另外一半 帮您还外债的话 是要 还这七万块钱吗 是的 需要他来帮助多少呢 我希望 我希望的 都全部我成功 还是直言直语的 欢喜冤架 我说说那说说那鼠了吧 你基本的鸽都不能养 我属老虎的 船都吃掉了 你要属吗 我还看我 男嘉宾能否原定现场 爱的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鹅绒被 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 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场上 去问问价格 最一般的光鹅绒和面料 都要好几百 我们厂是中国315成信企业 以前许多观众都用过我们的产品 都给予好评 这次呢是厂庆30周年回馈 广大消费者 电视台帮忙做推广 厂家专门拿出了6000床 五星鹅绒被 59块钱您就拿走 还买一床又送一床 我不可能为了59块钱 而砸了我们蝴蝶公主的招牌 59块钱 连半斤鹅绒都买不到 连一个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这次呢 压根就没想赚您的钱 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做个承诺 买我的鹅绒被 不保暖 不舒服 盖了 会跑毛跑绒有异味 您花了59块 赔您59块 知名品牌 蝴蝶公主 为推广品牌 联合电视台发起 厂庆30周年 真情回馈活动 原价1980元的五星额容备 现在只需59元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的只要59元 不用担心 不要怀疑 只是工厂上电视 为蝴蝶公主做直销 剪掉一切中间环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今天不要利润 不计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现在打接电话 还有机会再免费货赠一床 同品质 同价值的五星额容备 59元 两床五星额容备 一起带回家 买衣送衣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59元 让全家人都盖五星额容备 正重承诺 本产品 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 保证每一条蝴蝶公主 高档五星额容备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 7天抛退 15天包换 赶紧拨打电话 相告吧 新派成菜 茶楼饭馆 为回馈新老顾客 11月起 每周五为会员日 会员想部分菜品半价 充施卡 存1000元 存2000元 存2000元 存300元 加送雪花啤酒一箱 详询米2431888677 沈阳市浑南区 万象九一城北侧 力量迸发 再次突破极限 事发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一请选择 订阅 项目 目 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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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来到现场约会的有两位嘉宾是老嘉宾 那他们又再一次回到我们爱的选择的现场 性格方面呢没有丝毫的变化 那在我们情感导师的一再的劝说之下 我们男嘉宾呢也终于有所松动 觉得自己虽然一把年纪了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性格上有所进步 那这就是他今天来到现场的收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